好!好! Sony A73 A73呢,我們在用電的時候呢 多多少少都有一種,湯湯水水的感覺 尤其這個電,有夠,有夠耗的 一天要耗好幾顆 換的整個LOP都冒火了 你是不是有跟我一樣經驗啊 LOP冒火旁邊的人都嚇到了 這個不便宜啊 這不知道在貴三小朋友啊 沒關係,我們今天一個970 幹爆它 今天呢,我們這個裝備呢 只要在這邊買一個羅柱就可以了 我買給你們看,你們不要擠喔 不要擠喔,我找一下喔 好勒,你們看 這裡是傳說中的超級市場 這個是傳說中的設備超級市場 你可以買這裡,因為右手要抓這邊 你可以買這裡,因為左手比較沒有人在用 除非你左撇子 那BOSS都有手打春秋 左手打姑娘 來這邊,鎖進去 鎖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電力不夠 我還想要一分二是可以的 但是我奉勸你別這麼做 有了一分二之後呢 第一個電池消耗比較快 第二個呢,分給燈,分給其他裝備 分給摸,分到最後不夠 不夠最後你很 有時候會斷電腦 會喔,所以你這個就已經夠省了 這個東西 這一顆這可以買兩顆 但是這一顆可以頂它三顆啦 我的印象是這樣的 好,那這樣子頂好了之後呢 這是第一集的一個用法 第二集的最簡單的用法 比較不專業 但是呢也不隨便 好,這裡呢打開 打開 來,撈甩把它撈進去 那時候你這樣 撈進去就行了 好,這邊先不管它 我各位,我的習慣是 A73我錄4K我一定把這個蓋子打開 不要問我為什麼,我在電上不方便說 你可以私底下問我 我是一定會打開它的 好,那這個 撈甩的部分就撈進去 再來看一下喔 第一個 電接上去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好,錄影 錄下去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不做沒有關係齁 你不要問我什麼 你不做沒有關係那你壓式 我叫你做就對了 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你就做就對了 一定要邊錄影,然後再來打照片 好 就乖乖的做就對了 原因是怎麼樣,瞬間電壓啦 有一些電池齁 你沒有去試他,他的電壓不夠 你就瞬間電壓不夠,他一打照片他就 黑色會給你看 錄影錄下去呢 他就死給你看 常常有試,記得打照片 好,接下來我們第二種電壓 第二種電壓呢 好,接下來我這個就不怕了 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是有一個很大的風險在這邊 各位看一下 這個刷電 這個刷掉之後呢 很拍謝 他瞬間掉電的時候 瞬間沒電的時候 你雖然上面是掌握83% 但是 這是,這是副廠的電池 你認為那83會準嗎 他不會這麼好的 他那麼佛他也不用做生意啦 好,所以這個風險就是 電壓的殘值與錯估 造成你錯估 你的電池的這個壽命結果 沒有辦法撐完整場 好,大概是這樣 好,接下來我們第二種電壓 第二種電力的使用方式呢 好,我們把電先關掉 第二種電的使用方式 先測掉這個 先測掉這個 來,羅奇幫我拿一下 來,請 第二種方式齁 應該講第三種 第一種是本體電力啦 第二種是剛剛的那個970 那我們現在再講的是第三種電力 這個是罵錢最貴啊 好啦,跟你們講為什麼啦 陸式可以這個蓋子要開啦 這個蓋子一定要開啦 好,這邊開啦 你陸式可以拜託這是標準動作 那這邊再貼小鈴退熱貼 那我不是 我是買一個USB電風扇直接往這裡吹 要不然沒辦法把事情做完 有經驗嗎 我沒有說我還要賣啊 真的老實 後面還有好幾台耶 好啦,再來 來 這個用法是這樣齁 我那天發現 它的熱當 是這顆電池 佔百分之三十 到五十的可能性 這個電池 哪一個電池呢我跟你講 待會你就知道熱當員在哪裡 這個 很 它那個蓋子很奇怪 很想罵髒話 可是我跟髒話又沒有仇 我本老師罵宜蘭 來,現在的電力系統來自於這個 這邊看一下符號齁 多了一個插電的符號 多了一個插電符號在右上角 這個電力來自於這個電表線 跟這個PD電池 這個PD電池可以凸大電流 電表線可以把電流送出去 送出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持續的長供電 但是呢 必須講一件事情齁 你要看你的相機有沒有支援 這裡的電力現在目前吃的是相機本身 右上角繼續在充電有看到齁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買一個 電池行動電源夾固定在這邊 或者固定在這邊 都可以的齁 那我這個 你這個有買手把嗎 有強烈建議還是要買個手把 因為手一滑齁,那個錢就不止了 好,那我們87%的那個電力在右上角 好,各位看一下 打照片也OK 這個呢 有一個東西叫假電池 這沒有用到假電池 它是真電池 但是會變成假充電 這是 會入不敷出 會延長你的時間 那怎麼看看這個電表 這個電表呢 你注意看一下齁 你的 這只有5V 0.57A 比手機還慘 這代表這不支援快充 所以你用機身充電很慢對不對 有沒有那個印象 機身充電很慢 那這就是因為它不支援快充 但是 這個相機就不是了 這個插過去齁 哇 那個 插過去那個電表齁 那個電表值就不一樣 9V 所以 很爽啊 用到好的相機 就是電流大 快2A了 9V2A 這個剛好只有一半 所以我這個電充得很快 所以我用這樣的方式呢 它是可以持續長時間供電 沒有問題 那用你這個呢 只是讓它齁 頗長時間 齁 用法不太一樣 但是這有個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 不像假電池 斷電之後 就這個就 檔案就沒了 這裡是 這裡斷電之後 你這邊再換一顆就好了 它還繼續再充 那麼也就是說 這一種 用行動電源供電法呢 的好處就是 減緩它的 時間耗損 好 謝謝大家